在台灣存放彈藥的問題 我們現在有在談嗎 不見得要等到美軍介入以後 我們才跟他做一個討論 國防授權法裡有講到 維基的狀況下會有這種動作 但我現在還評估還研議 我特別講研議 很多議題都可以研議的 任何問題都可以研議 但還沒有定案 還給中國停了嗎 讓他知道我們這邊彈藥會很簡單 我沒有這個意思 變成彈藥庫了 我看不用吧 這樣給中共有一個藉口 對對對 可以攻打台灣啊 不正常 彈藥庫在台灣 人家會 以中共去台灣變彈藥庫 彈藥庫移到台灣來 我覺得這個要考慮一下 因為畢竟硬體設施啊什麼的那些 我們可能本來沒有 你還要再花一筆經費去修整 下一步美軍存放台灣 原本放在日本的放在韓國 放在菲律賓的 會不會要求增加放在台灣的 這也是在談當中 美國跟台灣一樣 都是有來維持印太地區的 自由開放的共同的理念 所以我們會繼續來合作 更重要的 我們不容許台海的和平 或者台灣的主權受到任何的侵害 我們會努力來備戰 才能夠避戰 我們要能戰才能夠止戰 好強烈的訊息 過兩天連代客發射都有呢 萬一如果彈藥庫爆炸呢 如果說他們可以管制得很好 我是覺得OK啊 以備不時之需也可以啊 找部分進來可以 全部進來就不好 本島就已經很小了 你彈藥庫你要放在哪 我三層危險 這個火藥庫在這裡 戰爭起來爆炸起來那威力之大 死傷的都是我們國民啊 太棒了 多了一個打台灣的理由 兩大國在相爭我們這個中間啊 能做的就是保護我們自己而已 其他沒有什麼 沒有政治立場 政策上想法上我是覺得 做任何事情都要再經過考慮啦 蔡政府讓人家只看到軍事上面的備戰 但是並沒有看到任何政治上面的 避戰跟止戰的作為 這才會讓人家感到恐慌或者不安 大陸方面如果戰爭的話 一定先打彈藥庫嘛 讓你彈盡圓絕 全天候現在都是使用 旺旺水神抗菌液 它的成分是 微酸性電解磁氯酸水 跟病毒細菌作用之後呢 會還原成水不會殘留 而且沒有污染 兒童孕婦呢都是很適用的 哪裡可以買到水神深層精呢 這是上我們的快點購